歡迎收看5月6號的財經Esperso 受到財長放話施壓的銀行 今天幾乎全線收低 拖累馬股全天下降12.62點 B市收掛1376.93點 匯率部分馬幣兌換美元下降到4.3220令吉 兌新元同樣下降到3.04040令吉 截至尤其BlackLine的單元 財政部長塞夫魯宣布 財政部和銀行已經達成共識 延遲租購融資包括車貸工期6個月期間 銀行不會徵收附加費 也就是利息 政府希望這項決定將會減輕人民 在這艱難時刻的負擔 財長表明 足夠融資貸款者的分期付款數額 在融資期間不會改變 這意味著在延遲貸款工期期間 不會有任何附加費 財長也說 貸款者必須根據 和各自銀行的協議以及條款 如常為貸款分期付款 如果他們選擇延遲工期 那麼貸款的融資期將會增加6個月 而銀行將會公布進一步的詳情 國家銀行減息50個基点 預料房屋貸款者的每月公款 將可以減少2%到7% 聯儲研究說明介於30萬到50萬令吉的房屋 借貸公款將可以減少64令吉到131令吉之間 或者是購物者的合格貸款額提高8000令吉到3萬令吉之間 但是分析人認為說 這個措施還是無法顯著推動產業領域復蘇 因為經濟依然是萎縮衰退 國人的收入泛緩 以及疫情的三大利空干擾 導致2020整體產業領域還是抑震法力 最後來看西港截至3月的第一季業績報告 西港的收費調高 加上獲得新碼頭建築等進障 第一季營業額增長了14%到4億7347萬令吉 並帶動盡力上揚了9%到1億5281萬令吉 董事經理卢本說明 第一季的集裝箱吞吐量已經略有下降 隨著疫情擴散效應擴大 第二季也不樂觀 雖然該公司希望下半年市況有所復蘇 但預計全年吞吐量將難有增長 最後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